Hello 大家好 我是朱思丁 朱思丁渠炭又是一个很傻很傻的女人 有自称来十岁的女网民 她在网上指 和大概一年的老公 由中学相识、拍拖、结婚至今已23年 儿子都刚刚过五岁 她形容身边的人会视她们为无犯夫妻 不过 楼珠表示 老公从来不会铺家庭相或她的相 而且老公在跟她拍拖的时候 就已经有出轨的前科 曾经跟其他女同学发生性关系 工作时曾经跟女同事安媚不清 但老公都一一否认 而近日楼主就发现 老公认为了一名年轻的女客人 更加称呼对方为女朋友、宝贝 近两个月会以见客为由 和爱与对象见面 女方也会去老公的工作地点探班 两个人甚至会在车里面发生关系 楼主之后更加发现 老公会办上班 和女方租酒店过夜 慶祝相识纪念日 老公的车更加怪有 怀疑是对方送的吊息 而老公就骗她说是属于同事 更加夸张的是 某一次老公在饭局喝醉酒 和爱与对象形容 两夫妇是失有关系 令她相当之崩溃 楼主说 老公自根明然不知道 她已经发现偷食一事 仍会好好气地找她吃午餐 两个人依然有性生活 她探对方在自己身边多年 自民对她一心一意 陈楼一齐工 未成年就跟她 那个儿子这么小 都不懂怎样面对 身边的人还以为我们是无犯夫妇 以为她是好好先生 有没有过来有人教我怎样做 不止我文化完之后 都纷纷建议楼主和老公离婚 虽然可能会对子朋友不好 但我相信你会给他很多母爱 如果你有经济能力 离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千万不要想着 为了给个美满家庭的儿子 就为曲求全无离婚 不过也有网民质疑 如果留在拍拖时 已经知道老公有出轨的历史 怎样还要嫁给他 你未结婚之前都知道他有出轨 你又相信他 现在才想拆穿 为何还肯和他结婚才是重点 拍拖已经知道他为人 但还和他结婚这下好事